各位观众又是我一周科学新闻 这里我准备了三条新闻给大家 这次有第一条是关于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 是属于一条由地下传来的新闻 到底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是怎样运作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型强子对撞机在个27公里长的强力电磁环 它将质子接近光速的速度朝相反方向发射 它们相撞之后破裂成更小的粒子 从中收集的资料可以帮助解答更多的宇宙谜题 例如含物质 而一周核子研究组织它也都选择了发生了三粒的新的次元质 这个是对于我们怎样研究 或者认清楚宇宙怎样运作 或者怎样形成是有巨大的意义作用的 而经过三年的维护之后 大型强子对撞机终于在今年的4月重新运作了 而在其中一组的实验里面 科学家发现了三种新奇特的粒子 分别是一种五夸克和两种四夸克的粒子 或者我们一起看看五夸克的粒子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质子在中间移动 而它组成了五夸克的结构 英文叫Pandacrux Scientists at the Large Hadron Collider in Switzerland have discovered 好了 我们看完由地下传来的新闻之后 现在我们带大家看看由海里面 应该是属于海里面的新闻 是属于微胶粒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微胶粒对人类已经有影响了 科学家当然都知道 因为是科学家警告我们的 现在也是科学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了 帮我们 他怎样做呢 大家听着了 科学家成功这样首次尝试开发 可以吸附海洋微胶素粒的仿生机器羽 它正式运作了 我们看看 从来自动的化粧货被挣到海里面每天 像水瓶子、垂直、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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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 和酸汤 它们缠成小块 在小块 在冻水中 产生食和血浴水中 更加害了 地球、地球、人类和人生的健康 但是科学家说 他们找到一个方法 去遭遇这个危机 是 鱼子 被制作了解决于海里面的水和海里面 by swimming around and absorbing them on its soft flexible self-healing body the first revealed experimental video looks like this just about 13mm long self-propelled robo fish that can swim around latch on to free-floating microplastics and fix itself if it gets cut or damaged while on its expedition it is stretchy and flexible to twist and even able to pull up to 5kg in weight researchers at Siashan University have revealed this innovative solution to track down the pollutants when it comes to water contamination 好了,大家看完這段新聞之後 到最後我們本地的新聞 今天其實是傳聞一下見解第八次 希望我們盡快可以疫情 就可以控制得到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疫情相關的澳門本地新聞 是什麼呢?我們一起看看 疫情第二年在本澳耗電量再破紀錄 環保學生聯會會長陳俊明說 城市中問題不關遊客事 我們再看看陳俊明怎麼說 他說我們不能再藉口遊客耗電量 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已經很難再說 因為本地發電量減少 但臭氧圓的指標仍然增加 我們在這份報告裡面 你會看到臭氧圓的指標仍然非常之高 這些污染物的數字仍然持續上升 這是很大的信號 顯示著我們城市出現了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空氣污染裡面 陷氧量從來都沒有下跌 所以這是一個隱藏的炸彈 雖然壞消息不斷 不過陳俊明也提到 環保局近兩年加大回收力量 回收率已經達到市場最高的23% 已經是可喜的現象 雖然這樣 但市民也要在源頭減費方面加以配合 否則兩者只能夠達到中和 沒錯,所以最終都是跟我們自身的源頭減費 非常之有關 我先做了自己本身的應該要做的 我們自備水樽 好了,我們希望大家疫情快快去過一段落 我們下星期再見 一週科學新聞,拜拜